宽恕是你能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玛雅安杰洛 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正确的 它是最重要和最具有挑战性的生活任务之一 当我们承认某件事情让我们深感羞愧时 这是令人羞愧和恐惧的 羞恥是我们最黑暗的情绪之一 当我全心全意地宽恕时 回报是巨大的 它也可以为宽恕他人铺平道路 这些礼物包括轻松和和平的回归 以及减少遗憾的情绪和记忆 但我最喜欢的是改善与所有亲人关系 意想不到的非凡礼物 一句善良的词 可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治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与我们保持联系 让我们一起有个小小的内心微笑 和一颗充满希望的心 回头见